被看作是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正副议长选举中 关键少数的第十九届无党籍市议员王醒之 和第二十届市议员当选人陈冠宇 特地一起召开记者会 提出议会改革六大主张说明立场 包括一议长选举不该指示台面下的派系角力或利益交换 二打造透明议会议事资讯应该完整公开 三问证不再只能沾酱油 四推动基隆市议会成立预算中心提高议事品质 五市议会不该是市政府的附属部门 六让市议会成为市民的靠山落实人民请愿案的机制 王醒之强调担任四年议员期间看到市议会许多光怪陆离的情况 其中集体出现放弃总咨询的荒谬决议更是光怪陆离 在基隆市议会里面所发生光怪陆离的事情 明明疫情就已经缓和 基隆市政府甚至连龙州赛都继续办 但是我们的基隆市议会竟然可以做出集体的决议 把本来要对基隆市市长当面进行的总咨询 直接剥夺掉改成是书面总咨询 而且这件事情不止全台唯一的议会这么做 只有唯一只有基隆市议会这么做 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情之外 在全台湾地方政治的历史上从来也没发生过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却同时看到在议会当中上演的是 蓝绿两党的议员可以共同合流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到最后在议会里面的少数主张应该要继续维持当面总咨询的议员们 除了我们几位少数之外 也有几位国民党内部的正义之士 持续着维持这种声音 但很抱歉寡不敌众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要说 议会政治不是只有属人头的政治 它还有基本的政治道德跟对错 不过王省之和陈冠宇强调他们不会记仇 虽然国民两大党参选这次议长的人选都支持过放弃总咨询 因此如果两位议长候选人在12月25号投票前 没有回应提出六项具体改革的回复 他们必须对投给陈冠宇的三千多位选民负责 陈冠宇将保持中立 所以今天这场记者会 有部分是跟议长的候选人说 但更多更多 我是要跟我们暖暖区的选民说 我陈冠宇作为一个公仆 我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的所有的这六大诉求 甚至其实后面还有更多了 但其实也写不完 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些 所有三千四百之九位选民 在这一次投票让我们团队连任 给我的角色 所以这一次议长怎么投 就端看这几天也端看25号当天 是否有这些行动 并且我再三强调 我们要看到的是具体做法 我要看到的是你们的具体做法跟决心 这才是我有办法回应我的选民的 就是给他一个充分的说明跟交代 这是我的公仆角色 话讲说如果看不到这个所谓具体做法的话 你们还是会采取中立的角色是这样的 那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到底哪一个议长可以带领 第二十届的议会 他作为一个公仆的公仆 不再发生这些公怪陆地的事情 除了喊话两位议长候选人 这场记者会也同时现场直播 就是为了把议员选票投给王醒之和陈冠宇 支持他们持续改革理念支持者的一个明确交代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都看得完这2000页的